德法大使联名撰文,需中国允许外国公司平等竞争,德国合法国驻中国大使11月1日星期四罕见的联名在中国媒体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在关税、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领域,采取具体措施,为外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德国驻华大使葛特法国驻华大使理想在财新网上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启动40年后,两国企业期待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动摇并将继续深化,以便为外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他们的这篇文章强调,两国虽然已经看到中国卖出了许多积极步伐,例如逐步取消汽车和金融行业的外资股权限制要求以及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等,但是中国还有更多需要去做在限制外资方面。 两位大使指出,欧盟企业在中国应享受与中国企业在欧盟相同的市场机会,并呼吁中国出台一份更全面的改革日程。 针对中国严厉的网络审查两位大使强调,中国应确保网络安全法律在执行中遵守比例原则,并且不会导致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待遇或市场准入壁垒。 此外这篇联名文章还说两国的企业也希望当前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能够回应有关国有企业享有优惠待遇,民营企业竞争处于劣势,的关切他们强调说中国,应提出明确时间表,推行中国本月5号将在上海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称,这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但有批评人士,说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次活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的经贸意义。 两位大使说,这次博览会的举拜恰当其实可在改革开放启动40年后为这改革开放注入全新的活力,将是中国政治日程上的一大亮点。 但两人同时也问到上海的这次会议,是否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